这名新北市的女子她跑到便利商店来偷这个玫瑰红酒 店员当然逮症着了 只是这名女子自己辩称 她罹患的是一种所谓的思觉失调症 所谓俗称的精神分裂 她说只要一发作她也没办法 就是必须来喝这个玫瑰红才可以缓解症状 当然了后来一查发现这名女子根本是怯道的惯犯 警方将她义送款犯 夫人正在提款机前面 好一会儿却没领出半毛钱 反倒是东张西望在观看店员行踪 下一秒她一个转身 从架上偷了一瓶红酒藏进袋子里 随即快步离开 说是没喝酒睡不着 夫人到超商偷酒被店员试破 竟然还变称说自己罹患思觉失调症 企图谢责 原来这名44岁的高姓夫人连续两天 都到新装一家便利商店去偷酒 店员第一天盘点时 发现少了一瓶特辑玫瑰红 立刻提高警觉 没想到这女窃贼实随之位 第二天又来偷 还站在ATM前假装领钱 原本以为没人注意 没想到店员早就已经锁定她的行踪 等到她要离开时立刻上前逮人 为了抒压 所以窃取红酒 夫人被逮后还变称说自己罹患思觉失调症 也就是所谓的精神分裂 说自己只要发作旧想喝玫瑰红 无法控制自己 只不过不管什么理由偷就是偷 警方也依法将她移送法办 记得瓜林区赵伟新北市报道